一言袁永宜 11月18日下午3点43分 在个人微博中转发一条媒体报道 并留言表示 近几年都不会为一些不实的报道做澄清 认为是越描越黑 但这新闻实在太天马行空 每对夫妻都会有相反意见的时候 但我年纪不小了 也懂得兼顾家人及别人感受 有事情回家慢慢处理 又怎能在街上大声吵架 制造声音污染了 以后我会好好检讨走路的速度 不要离老公太远 祝大家每天健康快乐 否认和老公张志玲在机场吵架 11月19日 袁永宜与老公张志玲和儿子木桐 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出席佛教活动 但母子俩就没有露面 留下张志玲单独应付在场的媒体 其实这是前天吧 前天在上海工作完嘛 然后对 怎么说呢 其实那天我们没有吵架 只是步伐不一样 所以常常说 有人在问我 究竟是你追亮亮还是亮亮追你 你现在很明显 我怎么能追得到他呢 他走得那么快 对 不过看到袁永宜 亲自在社交账号澄清 想必也被报道气得不轻 虽然作为一言 知道这行的运行规则 但也会被莫名其妙写下一些事情时感到无可奈何吧 我觉得艺人还是有这个心理准备 会被不同的媒体去消费吧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套餐 我自己已经入行了那么久 真的无所谓 什么都是过言云烟吧 对 另外张志玲则透露 平时是一个辞封很锐利的人 但会尽量的收起来 因为觉得家庭和谐才是胜利 但亮亮的性格一向比较直接 张志玲又说话直白的话 儿子会不会受影响 也说话直场子呢 我觉得他比我更厉害 真的 可是我也认为他会慢慢学会把自己磨平一点 跟人家相处会更柔润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